美国总统川普他胜选之后 台股今天持续上涨的气势 现在已经涨了超过百点了 没错其实历年来 美国总统大选之后 股市本来其实就是涨多余跌的啦 那怀思那目前 这个盘面上到底是哪一些族群 在带动指数呢 其实带动指数最大的工程 当然第一个我们就一定要看一下台积电 因为昨天传出就是拜登要加速晶片补贴的落实 所以带动台积电ADR上涨 那今天台股开盘的时候 台积电也是跳空上涨 那带动了指数的表现 另外还有哪些人气指标呢 我们就先来关心一下 成交量的排行榜了 今天成交量排行榜呢 又是被鸿海集团的 作战行情给拿下了吗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红准 红准呢靠着GB200这个利多 连续两周以来 股价已经表现非常非常的强势 从70多块钱 一路是推升到90多块钱 那目前的股价呢 是来到98元帐幅呢 是达到了2.09个百分点 再来呢我们还可以看到 像是今天建汉表现 就稍微比较弱势一点 跌幅有来到5.77个百分点 再来还可以看到就是 震威其实表现得也不错耶 反倒是涨了6.62个百分点 接下来呢我们还要看一看 就是英叶达 英叶达在10月营收是创下新高 那他现在呢还宣布 要扩大墨西科布局 因此呢连续4个交易日 股价都在红盘之上 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航运山雄 人士人气的指标 今天股价的涨幅都有2到3个百分点 其中呢像是华星光CPO 今天呢也有蛮好的表现 那再来我们带你关心一下 涨幅的排行榜 今天涨停板的加速呢 其实是还蛮多的 有超过10档以上 那其中我们要关心的 就是这个士兴科 士兴科他是军工概念股 他目前呢在航太 还有博弈的双引擎带动之下 今天呢是强攻到了涨停板 另外呢我们还要关心一下 神达 神达外资已经连续6个交易日买超了 而且昨天更是一举呢 是买进了4000多张 推升今天股价再度登上涨停板 那接下来我们再关心一下 跌幅排行 今天跌幅的加速 其实并不多 目前是只有两家 那我们观察到就是熊师 熊师呢 他其实前三季的EPS 达到7.54元 创下历史新高 不过今天股价是不涨反跌 还一度触及到了 跌停板的价位 但是现在呢 打开之后 有慢慢往上推升 再来我们还要看到 就是原项 他是感测IC设计厂商 昨天他举行了法说会 就是针对营运展望 他认为第四季 受到季节性移速的影响 像是游戏产品等等 预期第四季的营收 可能会呈现小幅度的下降 但是季节幅度 其实只有五个百分点 但是今天股价非常的弱势 我们可以看到 他一开盘 其实是小跌 但是一路震荡走跌 现在股价已经接近跌停的价位了 那再来我们可以关心 被称为最懂海的男人 台华投控创办人 严毅才他请辞了董事 那董事长的职务呢 也会一并的被解任 改用议委投资代表人张立秋来接任 不过严毅才毕业之前呢 是财报交出了亮眼的成绩 台华投控第三季受惠运价 还有承染 货量较去年大增 所以带动单季营收来到76亿元 季增来到了11.55个百分点 年增更是惊人 来到99.21个百分点 累计前三季集团的EPS有7.02元 那台华投控也看好 农历年前 运价有机会止跌回升 并且带动一波新的出货潮 同样带来好消息的 还有伺服器滑轨大厂川湖 GP200相关产品将在12月 启动出货 并且明年第二季要开始放量 第四季营收 渴望不入历史的高峰 而今年前三季呢 也搅出了亮眼的成绩 其中毛利率真的非常惊人 达到了70.5个百分点 显下历史新高的记录 那川湖执行副总王俊强就预言 GP200是一个全新的时代 而且才刚开始 我们2025年是欲小不易 那我们看到川湖股价 今天早上呢 其实是开低走高 股价一度是有来到1480元 不过呢 慢慢的震荡走低 现在是回落到平盘之下 最低最低有来到1405元 那我们看到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 将重返白宫 投资人呢 对川普过去的保护费言论 是耿耿于怀 对此呢 台积电资深副总侯友钦 在昨天出席台湾半导体产业会 协会活动的时候就强调 其实台美半导体多年来都是伙伴关系 不会因为总统换人就产生任何的改变 台湾跟美国在几十年来有很好的伙伴关系 所以我想说这个关系从大方向来看会持续下去 不会因为这个选举的变更而有任何的改变 台积电资深副总洪永钦 以半导体协会理事长身份出席公开场合 罕见开金口 谈进台美半导体十多年来的伙伴关系 不会因为总统换人而产生任何改变 台积电现金之城 俨然是一个人的武林 不过面对性格捉摸不定的川普 科技大佬反倒不怕 认为政治语言 未必胜任后就会真的行动 再加上台积电全球布局脚步没有停歇 除了台湾日本熊本第一座厂 也将在12月正式进入量产 而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一座厂也将陆续跟进 对台积电来说更有弹性应变局势变化 不过川普胜选后 美国总统拜登却急跳脚 之后一手推出的金片法案补助破局 外传已向台积电 还有美国半导体厂革新 达成约十亿美元的补助协议 不过不确定因素 仍像不定时炸弹一样存在 向来区域保守的外资自然也深感警戒 虽然外资悲喜参半 但台积电七号股价表现 仍重逆风前行 嚣张五元 收在一千零六十五块钱 台积电技术领先 成了抗川的最佳护城河 斯坦宣张定常张浩毅 刘富茨台北新竹采访报导 尽管美国大选 由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胜出 为华府政坛带来不确定性 联统会人在七号宣布降息一马 持续基于通膨降温 降低借贷成本 鲍尔表示选举结果 不会对政策造成影响 因为现在判断 川普政府会采取什么行动 还言之过早 下十一出美股主要指数七号 在创历史新高 包括五百指数与纳指分别收红约 百分之零点七 及百分之一点五 其中纳指首次收在一万九千点上方 可见联统会决策帮助维持了 美股选后涨势 昨天晚上联准会宣布要再降息一马 这也推升了比特币的价格在创历史新高 一度是突破了7.6万美元大关 而且逼近7.7万美元 那本周的涨幅幅度是来到了八个百分点 过去一个月更涨超过了两成 那专家就大胆的预测 2025年每一枚比特币 可能会暴涨到300万美元的天价 再来川普胜选比特币大涨 但是黄金却是大幅下跌的 因为还包括像是美股冲高 美元走强等资金转移效益 所以六号国际金价就下跌了 超过三个百分点 创下五个月来的最大跌幅